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10月40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阿里克证实 俄罗斯多位前来参与联合国会议的外交官 未能获得美国签证 迪阿里克表示联合国正在跟美国积极沟通 希望解决问题 另外软件巨头微软4号表示 与伊朗相关的黑客试图入侵美国总统竞选团队 以及现任前任美国官员还有记者的邮箱 有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就指出 随着美意关系恶化 伊朗对美国的网络威胁也在加大 微软公司副总裁伯特4号表示 在今年8月到9月的30天时间内 微软情报中心发现了一个 与伊朗政府相关的黑客组织 进行了超过2700次尝试 试图识别用户邮箱账户 并且对其中241个账户进行攻击 被攻击的账户属于美国总统竞选团队 前任和现任美国官员 还有报道国际政治的记者 以及居住海外的伊朗人 微软公司表示 只有4个账户受到破坏 与美国总统团队以及美国官员无关 微软表示 黑客试图找出如何重置密码 或者触发账户恢复功能来接管账户 因此微软建议用户采取双重验证等方式 加强账户安全 伯特还表示 虽然黑客使用的攻击技术并不复杂 但这次行动显示出 他们使用了大量的个人信息 来识别用户身份 并对少数用户发起攻击 这表明与伊朗政府相关的黑客组织 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研究 并且收集信息 有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表示 多年以来 伊朗黑客都在尝试入侵美国官员的账户 但随着美伊关系恶化 伊朗黑客的行为有所升级 特别是在近几个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进行最严厉的制裁后 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也提高了警惕 脸书和推特在今年5月 就宣布取消伊朗在网上的宣传活动 包括一些亲伊朗政府的宣传信息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向各个参选人阵营发出信息 要求参选人以及团队使用个人以及工作邮箱时提高警惕 并注意邮箱的登陆记录 同时注意伪造的电子邮件信息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另外 前美国乌克兰特使沃尔克 之前在国会众议院接受了长达10个小时的闭门听证 就任职期间与乌克兰政府的往来向国会提供证词 有证据就显示 特朗普政府曾提出交换条件 要求乌克兰调查美国民主党 换取邀请泽连斯基访美 以及对乌克兰3.9亿美元的援助 上周宣布离职的前美国乌克兰特使沃尔克 3号向美国国会众议院三个委员会提供证词 这是众议院展开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的一部分 沃尔克在任职期间 与乌克兰官员的短信也被公之于众 沃尔克在今年7月19日与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共进早餐之后 建议朱利安尼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 伊尔马克举行电话会议 沃尔克在一条短信中向伊尔马克强调 最为重要的是泽连斯基需要承诺 他愿意帮助美国进行调查 就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7月25号通话前 沃尔克向伊尔马克发信息表示 刚刚收到白宫消息 如果泽连斯基能够让特朗普相信 他会把2016年美国大选发生了什么 查个水落石出 美国就可以确定 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的具体时间 在通话结束后 伊尔马克向沃尔克发信息表示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进行顺利 乌克兰提议 泽连斯基在9月20、21或者22号的某一天 访问美国 纽约时报指出 沃尔克是民主党弹劾调查的第一位证人 就已经提供了对特朗普极为不利的信息 民主党还称 沃尔克上交的材料只是一部分 还有更多的信息将会在晚些时候发布 沃尔克在证词中还表示 他认识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已经24年 他认为 拜登因儿子而受到金钱驱使的说法 毫无可信度 沃尔克称 拜登是一个政治为国家奉献的人 鳳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号 在华盛顿出席活动时表示 美国经济面临风险 但仍处于良好状态 而美联储的工作是保持美国经济 尽可能长的扩张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出席 美联储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座谈活动时 在开场白中表示 美国经济目前面临一些风险 但仍处于良好状态 尽管鲍威尔没有提及 当天早些时候出台的就业数据 但他谈到 维持强劲就业市场的重要性 鲍威尔在讲话中 没有详细谈及经济前景 也没有对未来利率走势 给出明确信号 美联储今年已经降息两次 以保护美国经济 免受全球增长疲软 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美联储将于29号到30号 举行议席会议 芝加哥商交所 美联储观察工具FedWatch预测 本月降息概率为77.5% 较前一天下降了11% 1.2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英秋 华生的报道 好 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后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参议员桑德斯在接受心脏手术后 仍然需要留医 预计将在本周返回家中休养 桑德斯的妻子珍妮表示 丈夫已经接受植入心脏支架的手术 目前情况良好 78岁的桑德斯3号在 拉斯维加斯出席竞选活动时 胸口感到不适 其后需要送医 珍妮强调桑德斯是心血管拴腮 而不是心脏病发作 民主党将于15号在俄亥俄州 举行下一场总统参选人辩论 包括桑德斯在内 共有三名民主党参选人都年过七十 外界相信桑德斯的健康问题 很可能再度掀起 民主党党内要求挑选 较年轻参选人的护身 维吉尼亚州一名医生 应被指控非法开具 50万次剂量的阿片类药物 本周被判处40年监禁 名为史密瑟斯的医生 被控从2015年至2017年 为多州的患者 和非法开具阿片类药物 在今年5月份被判 犯有800多项罪名 其中包括导致 西维吉尼亚州一名女性 死亡的枪考童和枪马菲童 现年36岁的史密瑟斯 来自北卡莱罗纳州 是5个孩子的父亲 在被控后 一些患者仍然非常忠于他 证明他们需要开具 强效的处方阿片类药物 来应对慢性疼痛 史密瑟斯目前计划 对自己的定罪提出上诉 纽约州此前通过新法 允许非法移民申请驾照 而本周司法部考虑 对此提起诉讼 新法将于12月14号生效 申请人可在 没有涉案号的情况下 用如护照等文件 来创建自己的身份 此外新法还禁止州 或地方政府通过法律 禁止或限制与联邦当局 共享有关移民身份的信息 而对此提起诉讼的州 地方政府官员则认为 这项州法将迫使负责监督 激动车部门的官员 违反联邦法规 众议院的几位纽约州共和党议员 致罕司法部长巴尔 对诉讼表示支持 而包括纽约州长在内的几名被告 则表示将继续捍卫这项法律 目前联邦检察官要求法官 给予更多的时间以让他们考虑 在这起诉讼中的立场 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机场交通状况 洛杉矶机场本周宣布 从10月29号开始 Uber Lyft等网约车以及出租车 将禁止在航站楼路边接机 有接机需要的旅客将前往 1号航站楼附近的停车场乘车 而前往航站楼送机则不受影响 乘客可乘坐搬车或步行 前往停车场 全程需要15分钟左右 搬车的频率为每3至5分钟一搬 洛杉矶机场并不是首家 取消航站楼路边接机的机场 旧金山机场已在今年6月 将所有共乘服务接机 移至中央停车场 波士顿机场也计划进行 类似的更改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香港反修力风波 引发的冲突持续4个月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行政会议 召开特别会议后决定 引用紧急情况规律条例 推行禁止蒙面规律 10月5日凌晨生效 林郑月娥表示 暴力事件进一步升温 香港社会已经处于危险边缘 定立反蒙面法的目的是为了停止暴力行为 恢复香港社会的秩序 特别是近期学生参与暴力示威 而被捕的比例大幅上升 有中学生中枪 希望可以阻止学生以身试法 但特别澄清 这并不等于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五是继续上升 道指升超过300点 9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幅低于市场预期 令市场更加预期美联储经验还会降息 同时失业率创50年新低 仍有一定程度的利好 四季股市进一步上升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今天全天高开高走 最终收涨 同时在非农就业数据发布之后 好回参半 一定程度上失业率的降低提振了市场情绪 同时也提升了市场对美联储会进一步降息的预期 那么薪资增速的放缓 是引发了市场对经济未来下行风险的担忧 而道指方面 今天苹果和莫沙东之钥匙强势领涨 另外包括强生 VSI以及旅行者保险 都是一周以来表现不错的个股 刺客系统以及雪佛龙是涨势最窄 那么在五盘仍然是保持跌势 尾盘转涨做收 同时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科技板块及金融板块领涨大盘 而必须消负盈板块 医保板块及电讯板块则是涨幅居前 能源板块在五盘之前一直是维持跌势 尾盘是收平 另外科技板块现在强势表现是提振 纳指全天走高 运材料板块及工业板块 是扭转了接连几个交易日以来的颓势 原来期货价格今天是收高0.7% 黄金期货价格小幅收跌 美联指数全天都是基本走平 那么在今天分动就位数据发布之后 市场是预计10月底 美联储会宣布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 上升至了79.6% 另外在本周多位联储官员的讲话 是受到关注 那今天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负责金融监管的联储副主席夸尔斯 以及波士顿联储行长罗森格伦 都发表了讲话 鲍威尔也是表示 美联储会继续保持美国经济稳健增长 那么在此之上 市场是认为这也证明了 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还会降息一次 那么以上就是星期五 美国股市情况 凤凰卫视陈欣伟 纽约报导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因为在收集新闻方面 洛县督察委员会于9月24日不记名投票 通过了禁止销售除烟草味以外 各种口味的电子烟烟油 相关的禁令将于180天后正式生效 美国国家烟油协会对相关的禁令表示反对 并认为相关的禁令恐引发更严重的公众健康引油 美国国家烟油协会会长代夫巴雷拉强调 电子烟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是禁止销售给21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 而政府不应该因为有未成年人非法购买并使用电子烟 而禁止成年人使用电子烟来达到戒烟目的的权利 烟草产品在美国受严格规管 购买相关产品者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文件 正常途径下 未成年人不可能自行购买任何电子烟烟油 美国国家烟油协会高级顾问Tim Lee认为 由于市场上对各种口味的电子烟烟油有不少需求 一旦禁止符合法规的电子烟烟油销售 可能会出现个人制造的产品 对使用者造成更大的健康隐患 市场的需求是存在的 而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 从各方面的数据可以分析到 但是一旦出现了禁令之后 肯定会有很多的小作坊 还有个人的这些制造者 来通过一些非正规的渠道销售这些电子产品 反而倒对监管造成了一些难处和不利 美国国家烟油协会表示 添加不同口味的电子烟烟油的市场需求率 已经达到一定定额 加上电子烟物化器早已大量普及 日前颁发的禁令很可能无法在公众健康议题上 达到预期成效 更可能给社会各方面带来不同冲击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山家宏 洛杉矶报道 另外国际辣妈大赛2015年创始于美国 大赛为妈妈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展示了女性自信独立 时尚优雅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国际辣妈大赛开创五年来 已经从美国休斯敦走向国际 2019年已经发展到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数万人参与 参赛者都是各方面表现杰出的女性 她们用行动展示女性独特的魅力 为了回馈社会贡献力量 大赛每年都会将盈余捐给儿童及女性慈善机构 2019年国际辣妈大赛全球总决赛将在12月22日 与洛杉矶Sandimas Bonita Center for the Arts剧院举行 届时将由来自全球10个国家分赛区所甄选出来的辣妈参加总决赛 大赛将以才艺 创意 民族服饰 婉装展示 优雅气质 机智问答为评分依据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洛杉矶 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洛杉矶举办全球辣妈大赛的总决赛 也同时举行了分赛区的海选活动 那洛杉矶是我一直想要来的城市 因为我觉得这里是就是文化之都 我比较喜欢洛杉矶的这种文化底蕴很深 然后这里的人才也是非常的多 特别在媒体行业 我看这么多记者也是我的同行也非常的多 那希望通过这个媒体把我们这个正能量的一个大赛传向全世界 洛杉矶地区被选为2019拉妈大赛总决赛的举办地 作为洛杉矶分赛区的参赛者 将享有直接推选晋级参与全球总决赛的优势 同时参赛者将有机会被推荐成为商品代言形象大师等 大会还会安排所有参赛者得到美姿美衣国际大师的全方位指导 富皇卫视实习记者山嘉宏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公交新闻方面 美国花旗身一直以来是旅美游客最中一的伴手礼之一 也是返乡探亲送给亲朋好友的养生滋补盛品 但近来由于不时的网络谣言以及对相关法律规定的不了解 导致许多回国的民众无所适从 为了提供民众轻松简单的解决之道 许氏三叶集团特别推出了十月庆典 中国跨境直游三缅服务专案 只要上网或来电利用许氏美国自由中国的服务 消费满200美元许氏包邮 许氏将承担邮寄包裹应缴的海关关税 收件人也不用缴付身份证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一份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一份小时的全球 introdu务 是OME亦大静在红色上从 1号码的许氏分布 您需要冲面析 stressing 8号码的血量 那就是颜色的 不是磋堤的 一份并病许氏 一份小时的包容 一份小时的冷藏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家之宝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联合赞助播出